这个更好吃 真的 有点 还是什么果木香 那个好吃 这很快被我消灭掉了 它就一口雕醬 今天带大家来品尝一下 在抖音上团购的一家 很有性价比的西餐牛排套餐 名字是八顿果木牛排 下面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107元的套餐都有什么 首先当然是主打的两份牛排 分别是一份玫瑰牛排 还有一份墨西哥风味牛排 这个牛排的上菜环节 搞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蛮有仪式感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套餐里的其他部分 这个套餐还包括两份饮品 两份西餐的浓汤 我们这一次来上的是南瓜汤 然后是一份小吃 芝士菊三倍 另外还有一份 缤纷果酥沙拉 以及一份经典的意大利面 再加上一份小的烤面包 下面就就这个牛排套餐的 主要部分的味道和口感 简单点评一下 主打的牛排味道是相当过关的 第一份牛排是相对薄切的 吃起来有嫩嫩的口感 好吃吗 比较嫩嫩嫩的 有我煎的好吃吗 不同的口感 我更喜欢吃你煎的 你比我会说话 就是实话 尤其值得一说的是 个人感觉后面的这个墨西哥风格的牛排 味道是相当的赞 一是他后切的大块牛肉 做的外焦里嫩 肉香很丰满 蘸料的味道也很有特色 老婆对他的评价还蛮高的 最后也是大部分被老婆给消灭掉了 我感觉你这个真好吃 先给你吃一口 要赞吗 都可以 你这个更好吃 你这个更好吃 这个吃一口更浓厚 来来来 给我切一块 切一块给我 我自己来买 我不能光拍 我要吃 我自己来吧 看得到吗 然后是这个意面味道也不错 其实一直以来 我对意面都不太感冒 意面怎么样 这个番茄像适合我 酸酸甜甜甜的适合 然后是这个果酥沙拉 分量不算很大 但是加上牛排都附带有配菜 所以两个人吃基本也够了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 我个人觉得这个西餐套餐 还是蛮划算的 除了种类丰富以外 关键是味道也不错 对于喜欢西餐的朋友 这是一个非常适合二人世界 休闲放松 还能吃得蛮好的一个选择 另外一点没想到的就是 整个过程还有大块吃肉 大口喝汤的爽快感 如果您也喜欢 不妨来试一下 你的减肥大鸡又要失败了 明天我不吃东西 我断食 我明天断食 那你明天的照商给我做饭 我做呗 还有送半清菜 就赶紧做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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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